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集团的楼下的一个发表场地 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正式介绍了我们在明年即将上市的SUV这款车 那么各位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款车是LSUV 也就是说它的车格来说那么比各位在国内所知道的一些SUV来讲 它是要比较大的 举个例子它的长度可以高达4米8 那么相较于国内各位所熟知的一些compactSUV 它们平均长度大概在4米6 那么它是车格是属于更有霸气那么更高档的车子 那么轴距这个2米9左右 那么同样它在内部空间是非常的一个宽广 那么我们这款车它的引擎它是2.2的turbocharged engine 所以换句话说它的马力它的输出的扭力都非常的强 那么在配备来说的话 各位大概也记得我们不久前推出了我们Luxian 7的MPV 那么MPV这款车我们强调的就是Luxian的品牌精神 我们叫做智慧科技 所以在车上有很多它的配备都是所谓前单式一样 它是非常具备智慧的高科技的配备 那么主要的一个它的策略呢 就是希望我们借着Luxian这个车子的平台呢 我们能够把台湾在IT方面的优势 能够在这个车上展现出来 那么换句话说 各位所听到在一些高档车上有的一些配备 类似说这个ADWH 然后这个SideView EagleView 还有这个NineVision 这些高档的配备 那么在我们的Luxian 7MPV上面都是一个标准配备 但是呢在这款车上也都全部有 那除了这些高档配备以外 比如说是它的这个铝圈 18英寸的铝圈 我们除此以外还有非常多 它可以说是非常先进 而且好用的一些配备 那有关这些细节呢 那我想我来为各位介绍我一个好的同事 也就是我们这个市场行销部的这个副总经理 Kevin Lee 李昌毅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实非常霸气 各位可以看得到 有我们的HID及AFS的车灯 那炮筒式的设计 另外呢LED的方向灯 再加上我们非常有霸气的水箱护照 那再加上我们智慧飞翼 这是我们在车头的设计 那在Login 7 SUV的车侧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具有非常流线的外形 整个车线从车头一路延伸到低柱 那我们的低柱也非常的厚实 再再来要呈现我们肌肉感 以及它的运动感 那接下来介绍我们Login 7 SUV的车尾 各位可以看到除了智慧型飞翼的整个车窗造型之外 它也是全车最漂亮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尾巴气宇非凡 那另外呢我们有LED的尾灯 再加上双排气围观 这个也是我们Login的特色 那接下来Login 7 SUV的引擎 这颗心臟呢我们配置有2.2升Turbo Engine 那马力高达175P 另外28公斤米的扭力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的变速箱采取日本癌性的变速箱 无数的手自排的变速箱 那在底盘的部分呢 我们也针对了整个Login 7 SUV的四轮驱动 做了底盘特别的调校 也并请了英国的Port Drive 来做整个底盘四驱的调校 那在我们底盘的部分 还配置了整个四驱系统 是日本JTEC 这一个非常知名的supplier所提供的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是我们Login 7 SUV的内装 首先呢亮入眼年各位也看到 我们Double Castle的仪表板设计 有双下 上下两层 另外配置是10.2吋的荧幕 中间还有SIM Plus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的高科技配备呢 也在这里面一应俱全 所以在我们的SIM Plus 就可以操控我们的SideView Plus EagleView Plus Land Departure Warning 夜视系统 Night Vision Plus 还有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在整个内装配置 消费者也可以带着它的iPad上车 Aux-in AV-in以及110V的插座 它以应俱全 那我们Login 7 SUV的售价 从精致型开始 就配置有两个安全气囊 我们的电动座椅 另外的我们的SIM Plus 10.2吋荧幕 我们的电动尾门 这些都是标准配备 那它价格呢 从838开始 那第二个豪华型的是908 另外尊贵型的是978 我们有一个顶级型的是107万8 另外市区的是114万8 我们Login 7 SUV 预计上市的时间呢 是在明年的第二季 那大概六月之后才有办法交车 不过各位如果想要先赌为快 在今年12月26号的台北车展 欢迎各位呢 来我们Luxgen的摊位 就可以看到我们Login 7 SUV的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